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我们为您带来外交事务最新文章 美国、中国和宿命论的陷阱 捉住人、周波 据拜登政府于2022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 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面临着一个决定性的十年 中国官员也开始认同这一观点 随着华盛顿在与北京竞争的愿望日益增强 中国政府从惊讶转向抗议 最终宣布了坚决反击的决心 在北京看来 美国害怕失去其主导地位 并强迫中国参与这场斗争 反过来 中国别无选择 只能敢于战斗 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所坚持的 这种日益计划的对抗是令人遗憾的 但并非不可避免 华盛顿的分析人士大大夸大了 中国对西方民主制度和国际秩序的所谓威胁 近年来 美国领导人将中国描绘为一个修正主义大国 并援引了全球民主与威权主义之间的冲突幻想 但21世纪的民主困境与中国无关 根据2023年自由之家的一份报告 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民主制度已连续17年稳步衰退 这不是中国的所为 中国并未将其社会主义价值观推广到国外 自1979年以来 中国没有直接参与任何战争 尽管与俄罗斯合作 但中国没有向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努力提供致命援助 事实上 中国并非一个试图颠覆世界的修正主义大国 而是维护现状 中国已加入几乎所有由美国主导的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和组织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和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中国深深融入了现有的国际秩序 并希望维护该体系 尽管存在分歧 紧张甚至争端 中国与西方保持着牢固的关系 双方都无法容忍 类似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 自乌克兰入侵以来的关系中断 中国已经推进了新的机构 如上海合作组织 多边金砖国家机制和一带一路倡议 以建设全球基础设施 所有这些都可能改变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 但这些变化将服务于改革 而不是取代现有的国际秩序 使之更加公平 提高许多不那么富裕的国家的利益 然而 如果人们倾听西方的政策制定机构 可以听到界限被划定的声音 当今常听到的一种谍据 暗示着世界已经进入了新的冷战时代 现在判断中美之间的竞争 是否真的像苏美之间的那样 以及是否会继续保持冷战状态 还为时过早 但这个类比 未能捕捉到一个关键的区别 与冷战不同 这种竞争是两个个体巨头之间的 而不是两个对抗性阵营之间的 华盛顿无法组织一个毫不妥协的反华联盟 正如北京无法领导一个 对美国一致敌视的阵营 大多数美国盟友 将中国视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 所有其他国家都将在特定问题上选择立场 而不是盲目地站在美国一边 华盛顿在拉拢盟友和伙伴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形成了旨在遏制中国的安排 如被称为四方安全伙伴关系的 印度太平洋安全伙伴关系 和被称为奥库斯的澳大利亚 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军事伙伴关系 但这些集团并不算什么 他们看起来像是茫茫大海中的几个小岛 在世界的许多地方 特别是在非洲 美国已经输给了中国 后者在当地经济上提供帮助 而不是发表有关治理和价值观的道德说教 但这些关系并不代表着一个反西方 亲中的阵营的形成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不能简单地由极端竞争来定义 正如美国总统乔拜登曾经宣称的那样 相反 他们将竞争与合作结合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平衡中 在华盛顿专注于与北京的竞争时 北京坚持合作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这样的呼吁会落空 双方都可以达成一项基本红线的共识 不让他们的竞争演变为彻底的对抗 为此 中国和美国必须保持愿意对话的态度 以避免误解和错误判断 并向焦虑的世界提供安全保障 不幸的是 近年来 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对话 远不如冷战后期的那样频繁 即使双方彼此戒备 他们仍然致力于对话 当美国总统罗纳德 里根在1987年12月 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签署《忠诚核力量条约》后 使用了一句著名的 俄罗斯谚语信任单核实时 他礼貌地暗示自己 实际上并不信任苏联 但这不会阻止 他与他们进行谈判和协议 相同的逻辑仍然适用 信任不一定是对话或互动的先决条件 在缺乏信任的情况下 苏联和美国仍然在许多领域进行了合作 包括军备控制 天花病的根除 以及和平目的的太空探索 如果信任但何时描述了冷战后期 那么对于今天的中国和美国来说 一种修改过的谚语 才是正确的范式 信任但对话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相对友好气氛 当时两国就双边 区域和全球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对话 短期内不太可能重现 特朗普政府的强硬政策 新冠疫情 以及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 佩洛西于2022年访问台湾 都彻底结束了那个时代 拜登保留了特朗普 在对华政策上的许多立场 华盛顿出现了一个两党一致的共识 认为美国必须对其最近的地缘政治对手 更加强硬 然而 对话现已重新开始 尽管步伐艰难 但仍有进展 特别是包括了军事之间的沟通 在佩洛西访问台湾后中断了 这些对话包括高级官员之间的电话交流 美中国防政策协调会议 围绕美中军事海事咨询协议 对海事和航空争端的讨论 以及中美两军剧场指挥官之间的新沟通渠道 这些对话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但只是一个开始 高级军官应该更经常的互访 双方应更经常的使用 自2008年建立的危机管理热线 他们应该鼓励飞行员和水手之间的直接沟通 以帮助避免空中和海上的危险近距离接触 北京和华盛顿的许多人都认为 建立防护栏或增进信任的措施 可以降低冲突的可能性 一个导致摩擦和紧张的领域 是南中国海的海域和领空 在那里 中国的领土主张很少受到尊重 美国飞机经常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 进行密集的监视和侦查 美国海军箭直穿越中国声索主权的 南中国海岛屿和岩石周围的海域 在五角大楼最新关于中国军事的报告中 美国记录了2021年秋季至2023年秋季期间 中国飞机在该地区进行了180多次 强硬且冒险的拦截行动 这是紧张局势加剧的一个指标 这种动态可能会持续下去 因为双方都不愿意让步 美国希望通过技术讨论 来减少事故和潜在冲突的可能性 而中国则认为 这种对话有些奇怪 他们更广泛地关注他们的安全 将美国海军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活动 和南中国海的军事演习解释为鲁莽的挑衅 换句话说 美国可能希望要求监视美国舰支的中国舰支 保持一定距离 而中国则会回应说 如果美国根本不在那里 那么他们会更安全 中国原则上同意美国提议的防护栏 但北京担心 这些防护栏 旨在冻结有利于华盛顿的现状 显然 解放军的整体军事实力 远远落后于美军 但在中国周边 解放军与美军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因为中国的军事能力在近几十年来 取得了飞速发展 美国担心 中国想要将其赶出西太平洋 因此 华盛顿正在在该地区加大军事投入 并呼吁其盟友和伙伴对中国进行合作 这反过来激怒了北京 并使局势变得更加不稳定 无论是北京还是华盛顿都不希望发生事故 更不用说对抗了 2020年 中国国防部和美国国防部 召开了首次危机沟通工作组视频会议 讨论如何防止危机发生 这样的工作组代表了正确方向的一步 如果南中国海发生事故 可能会在两国引起民族主义愤怒 但很难相信 这会引发一场全面战争 2001年 中国战斗机与美国侦察机的致命碰撞 并没有导致世界末日 由这次致命事件引发的危机 在11天内得到了解决 技巧娴熟的外交取得了胜利 双方都保持了面子 唯一可能将中国和美国卷入全面冲突的问题 是对台湾的争端 目前 一种危险的循环正在进行中 美国担心来自大陆的潜在攻击 并加速了对台湾的武器销售 并扩大了培训和人员交流 以增强台湾的防御 并将该岛转变为一个建筑 一边是愤怒但日益自信的中国 回应是派更多的战机 定期飞越台湾海峡的分界线 这个分界线以前曾作为双方之间的缓冲区 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台湾将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然而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在2023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 与中国的冲突既不是迫在眉睫的 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只要北京认为与台湾的和平统一仍然可能 台湾就不会发生战争 如果他怀疑和平统一的前景永远都没有 那么他的计算就会改变 但没有迹象表明 即使在台湾在1月选举了民进党的领导人赖清德之后 北京也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 赖清德过去曾自称是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 在与前台湾领导人马英九 在2023年4月的一次会晤中 习近平表示 推动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原则指出中国和台湾仍然正式是一个国家 台湾是唯一可能使中国和美国陷入全面冲突的问题 中国从未宣布过统一的时间表 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 中国的国防预算仍然低于2% 这个数字充分反映了中国的信心 以及北京对于华盛顿的关系的评估 中国正在保持克制 佩洛西访问台湾 引发了围绕台湾的中国军事演习 射击实弹和导弹的射击 但台湾领导人蔡英文 于2023年4月在加利福尼亚州 与佩洛西的继任者凯文·麦卡锡会面后 中国随后的演习要温和得多 北京也在尽最大努力赢得台湾人民的心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 约有150万台湾人在内地工作和生活 这个数字相当于台湾人口的约6% 他们似乎不介意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体系中 只要这个体系为他们提供比台湾更好的经济机会 2023年9月 中国发布了一项计划 北京将为台湾人民更容易在福建省 横跨海峡对面生活和工作 包括允许他们购买房产 承诺对在公立学校就读的台湾学生 给予平等待遇 并通过桥梁以及天然气和电力连接 将中国的厦门港与仅有几英里制摇的台湾金门岛连接起来 台湾的地位对北京来说 仍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华盛顿不应该轻视 为了让台湾海峡保持和平 美国应该向中国保证 他没有违背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公开承诺的意图 尽管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十分严重 但美国领导人拒绝与俄罗斯 就乌克兰问题直接冲突 同样 他们应该认为与中国的战争是不能逾越的红线 除了这些摩擦领域外 合作的空间仍然很大 有三个领域特别值得注意 网络 外太空和人工智能 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 中国和美国应该在这些领域制定规则和法规 在网络战中 各国应该避免攻击关键信息网络 例如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 北京和华盛顿应该交换一份敏感目标清单 这些目标应该被视为禁区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受到攻击 为了避免外太空的军备竞赛 他们应该同意谈判一项约束性条约 承诺不在外太空部署武器 并鼓励就规则和负责任行为进行磋商 在2023年11月的加州会晤上 拜登和习近平同意成立一个政府间对话机制 讨论人工智能 即使无法阻止人工智能被用于军事目的 中国和美国也至少应该在减少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军事系统风险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在这方面 确保和指挥和控制系统绝对受人类控制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另一个重要的合作领域 就像在冷战时期一样 是在限制核武器造成的风险 但中国和美国之间 关于核裁军的讨论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发生 中国在核武器方面的劣势 使得北京不愿加入关于核裁军的双边或多边谈判 目前 双方之间没有关于核领域的高级别对话计划 但中国和美国过去在这个领域有过合作 1998年 印度和巴基斯坦成功试验了核弹后 中国和美国联合谴责了这些试验 并达成了有关非针对性的协议 也就是说 他们承诺不将核武器针对对方 2000年 五个主要核大国 中国 法国 俄罗斯 英国和美国 都同意了这一点 逻辑上的下一步是发出相互的不首先使用的承诺 承诺永不发动核攻击 中国已经实行了这样的政策 但美国没有 尽管拜登政府所描述的目前政策非常接近 美国只会在极端情况下考虑使用核武器 以捍卫美国或其盟友和伙伴的重大利益 承诺不首先使用并不排除和报复 因此 不会削弱核武器的威慑力量 中国和美国之间力量差距的缩小 可能会加剧他们之间的竞争 但这也意味着 他们有更多的理由共同应对共同的挑战 例如 在中东 北京和华盛顿现在对两个主要问题有相似的立场 寻找两国解决 以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 以及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 随着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持续进行 两国解决方案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梦想 但战争使更多的人意识到现状是不可持续的 没有战争会永远持续下去 北京和华盛顿应该共同努力让两国解决方案成为未来任何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共存之路的首要原则 北京和华盛顿还必须共同努力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 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它得到了伊朗的信任 面对美国的制裁 中国通过购买伊朗的石油为其提供了经济支持 北京应该向德黑兰明确表示 尽管伊朗有权发展和平利用核能 但不应该发展核武器 这样做很可能会引发以色列的预防性打击 甚至可能会引发以色列和美国的联合打击 核武器化还将导致联合国对伊朗实施严厉的制裁 尽管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中国必须遵守这些制裁 作为大国 中国和美国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伟大的朋友 但他们可以抵制 成为敌人 理性和谨慎的乐观主义将有助于维护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的稳定 宿命论和鲁莽行为只会把这两个国家推向彼此都不想要的冲突 本文作者周波是清华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高级上校 退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赞 订阅 转发 疾 anti-控制及所